生活本就跌宕起伏,有太多的遗憾和坎坷,可是我们还是要往前走,面对这些无法避免的波折,义无反顾地走下去,老者女儿自从她的儿子失踪后,犹如坠入了深渊,她已经痛苦得快要喘不过气来了,这个孩子可是他们一家的命根子, 她不敢想象,要是孩子真的找不回来了,她也会没有了生活的欲望活不下去了,她对孩子的爱和阿祖法对凯撒的一点都不少,他们两个人都是世界上最好的妈妈,可是这个世界上就是这么残酷, 给这两位妈妈撕心裂肺的痛苦,其实因为有阿祖法的前车之鉴,老者的女儿带孩子越来越仔细了,可没想到还是出现了这个纰漏,她只不过是转身扶了一下摔下来的爸爸,她的孩子就消失不见, 刚刚发现这件事情的时候,他们父女两个都崩溃了,那时候他们的脑子一团混乱,其实仔细想想,这肯定是熟人作案, 因为偷孩子的手法和偷凯撒的贼一样,很有可能是同一批人,老者和他的女儿,最近并没有和谁起过冲突,谁最恨他们,那肯定就是康特妈妈了,这件事情很有可能他脱不了关系,并不是说什么事情都往妈妈那里扣, 因为他这个人不值得相信,而且他有做这种事情的可能 老者的女儿大不留心地在这山里找他的儿子,他一边走一边大声地喊着儿子的名字,老者也一直远远地跟在他后面,他现在是有心无力,因为他的腿摔伤了, 走路非常的困难,可现在是找小外孙的关键时刻,他绝对不能拖后腿,他们父女两个,已经从混乱中清醒了过来,这么小的孩子肯定不是无缘无故不见的,肯定是有人故意偷走了他,所以他们现在一分钟也不能单,必须要把孩子找到,防止坏人把他转移了,所以现在只能靠他们自己先找,然后再报警, 因为他们不可能在这里干等着执法人员过来 老者在寻找小外孙的时候,居然发现了一张阿祖法的照片,这让他心里越发的狐疑了,这个地方人机罕至没有人过来的,这照片很有可能,就是偷走的小外孙的贼不小心落下来的, 整件事情都说明,这个贼都是同一个人 老者的女儿哭得嗓子都哑了,他快速地往前奔跑着,他怕自己慢了一点就会和孩子失之交臂,可是这个地方真的是很大, 要是小贼有心躲在哪里,真的是很难发现的,老者的女儿心里也是这么想的,此时她的心都揪了,孩子丢失有最重要的黄金时间,必须要在这一段时间里找到,不然他就真的失去自己的儿子了。 老者的女儿一直是个很心善的女人,他默默地问自己到底做错了什么,为什么老天爷要这么对待她? 老者已经开着车子过来了,他让自己的女儿先上车离开这里,这个地方他们已经仔仔细细地找过了,他们要换一个地方再去寻找,他们很快又在一个山下停了下来。 他们的策略还是对的,短时间内他们不可能转移到城里去的,小偷应该还藏在某一座深山里,他们走了好久,终于看到了几个男人。 老者上去问他们,说我们昨天在大山里丢失了一个男孩,你们有没有看到,有什么人抱着一个小男孩从这里过? 男人和他们说,他昨天确实看到有一个女人带着个小男孩离开了这里,他还以为那个女人是小男孩的母亲。 他们父女两个听得很激动,问他们,你们看到他往哪里去了? 那个男人说,他看到他往那个方向走了,老者和他们到了邂逅离开了,他们父女两个马不停歇地继续往前寻找。 男人说出来的消息,让他们确定孩子肯定是被抱走了,老者走过去又把汽车开了过来,他们决定再去问问附近的牧羊人。 没多久车子就停了下来,父女两个赶紧跑过去和牧羊人打招呼,老者问他,昨天有没有看到有人抱着一个小男孩从这里经过? 牧羊人很肯定地说,他昨天确实看到了,一个女人抱着小男孩沿着这条路走过去的。 他们在这里又得到了相同的消息,父女两个绝对不能盲目地寻找,不然就浪费了找人的最佳时间。 老者已经开着车子去阿祖法那里,因为他和他女儿已经分析过了,昨天他们丢失孩子的哪个方向,离阿祖法的小房子是同一个方向,他们总觉得这件事情和杰斯脱不了关系。 老者的车子已经开到阿祖法家门口了,他的女儿心急如焚地往那里冲去,他想要质问杰斯,阿祖法看他失魂落魄地过来了也很惊讶,急忙问他发生了什么事情。 老者的女儿问他,杰斯在这里吗?应该是他偷走了我的儿子。 阿祖法听他这么一说,顿时也着急了起来,他说杰斯刚刚被执法人员带走了,老者的女儿说为什么抓他,是执法人员知道他偷孩子吗? 阿祖法说,是因为他天天过来骚扰我,所以我才打电话报警的,他关心地问他,孩子失踪多久了,他让他坐下来休息一下好好说话。 老者的女儿现在已经像抽干了力气一样,此时的他真的是太脆弱无助了,他一直在那里不停地哭,听着他的哭声阿祖法心里也很难过。 同时更多的是自责,要是真的是杰斯偷走了他的孩子,他觉得自己都没有办法面对他们了。 阿祖法倒了一杯水,劝他喝一些,他说你别担心,我也会想办法找到你儿子的。 现在我们尽快向执法人员报警,让他们彻底地调查杰斯,要是他真的偷了,孩子肯定会找到的。 你们觉得是杰斯偷走了孩子吗? 你现在说是杰斯偷了的。 有没有。 你现在是杰斯偷了。 你现在是杰斯偷了。 我现在还能够做什么事。 感谢观看